来看到学子们的艺术表现 大力区大元国小美术班成立于民国97年 历年来学生的艺术学习表现相当亮眼 为了展现成果 学校最近在台中文创园区举办第七届毕业美展即联合展览 展出水墨绘画装置艺术等多元创作 学生们还以台湾原生动物为主题 制作了雕刻作品 让观者领略台湾原生动物的多样化 同时透过QR Code扫描 民众就可以享受现场导览解说的服务相当有看头 大元国小小朋友常常跳跳秀出满满活力 也为一年一度的毕业美展即联合展览揭开序幕 学校表示这次美展包括水墨绘画装置艺术 让学生秀出满满的学习成果 这是我们全班一起做的全体作品 感恩的一个想法 除了多元的艺术创作学生们还关心生态议题 以台湾原生动物为主题制作了雕刻作品 让观者领略台湾原生动物的多样化 民众也透过QR Code扫描 就可以享受现场导览解说的服务 从中更认识台湾的生态 台湾原生鱼我们用安全帽上面用报纸雕出它鱼的形状 然后再用厚纸板切成它的旗 然后把它粘上去 然后再用宣纸在上面 就是施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粘上去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再上色 我们做了QR Code 而且事先录制了桌民导览的影片 然后上传到YouTube 来到现场很简单 只要用QR Code扫描一下 立刻就可以连接到这个YouTube的影片 大元国小美术班创立于民国97年 历年来的艺术学习表现相当亮眼 到15号为止 欢迎大家到台中文创园区 看看这些小小艺术家的精彩创作 在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